重點在於我的飛機票 因為我選擇的飛機票 大家都會說那飛機票很貴 你再怎麼算最便宜的經濟艙 大概要四萬 將近五萬塊 去發的地方是要飛到哪裡 你一定要轉機 大部分人會在我們的雅加達 或是新加坡轉機 通常從新加坡轉機過去的 大概最便宜的 就是將近要五萬塊的一個價錢 可是如果在雅加達轉機的話 它就可以便宜一點 因為我選擇的是聯航 那聯航大家都知道說 聯航是不是會很不舒服 你要坐那麼久的一個時間 可是你知道嗎 現在的聯航 完全跟以前的聯航不一樣 因為它有一個叫做 豪華平躺 所以你整個下來看到沒有 我幾乎是在搭商務艙 你想聯航是UN還是連駕航空 就是那個 A Asia A Asia 對啊 就是所謂的LCC 連駕航空 這七萬五 然後它有一個叫做 豪華平躺艙 然後大家都知道說 零駕航空是不是 你例如說吃 然後看那些娛樂設施 還有你的行李都要額外加錢 對 它這邊不需要 它有個套餐是可以加在一起的嗎 一般來講是有 但是還是貴 可是這個我才發現到說 如果你選這個平躺艙的話 是不需要的 因為有沒有看到 我整個坐上去 這是我當時在拍的一個 是 來回你搭這樣子的 而且九月份的價錢 它含稅價只有兩萬五千多塊 不到兩萬六 什麼可能啊 就是 我跟你講大家現在可以上網再去查 就是九月這個時間 第二個它是比較淡的一個價錢 就是五月份的一個時間 重點是它打破了我們所謂的這個 連假航空 就是好像說 它會不會什麼東西都沒有 對 重點你要去搭這個平躺艙 所以我根本上我就是 你說的像王子一樣 我是這樣子去玩的 所以這個平躺艙有的吃又有的看 如果我選擇時間點對 第二個我選擇的是航空公司對 再來一個是說 我可以享受到這樣的話 我整個划算下來 我每次跟人家講沒有一個人相信 可是我說你們上去去找 絕對就是這個價錢 沒有騙人 第二條 不用人幾人 真的 真的 這個我要說 我是在第一次去Disneyland 就是洛杉磯的Disneyland 是在聖誕節的時候 我跟你說 我連三分之一的設施 我都沒有玩到 因為人太多了 每個時事大概要派對 三到四個小時 然後第二次呢 是他們的當季 大概三四月去的 那不僅全部都有玩玩 而且還有幾個都有玩幾次 所以我覺得還不錯 一定要挑好那個時間 不然小朋友也會覺得很 不是 你就是要挑那種小孩都在上課 對 真的 對 而且洛杉磯的淡季 像你說去大阪 不是要買那個快速通關嗎 對 我那時候去Universal Studio 是買快速通關 然後發現 因為是淡季 就好快 我覺得我浪費錢了 所以其實下次真的 你們 因為他每天真的都不一樣 所以你下次都到現場 因為他現場 如果你真的覺得情況 苗頭不對 你再買那個快速通關的票就好 也來得起 也來得起 你們都知道 你知道嗎 白金漢宮 知道 他們有那個典禮是 衛兵換缸 衛兵交換 十一月 如果你是一月到三月去 你可以站在門口 看 直接看 你可以在最前面 那可以進去嗎 看得到 不可以進去 其實有很多人都會忘記 我的朋友也是 會忘記 他們是軍人 對 他們不是在迪士尼的表演 他們不在表演 他們在上班 所以我的朋友 他開始 他終於看到了 他超級開心 開心地忘記 他們是軍人 他們撞到他 撞到我的朋友 真的 因為他都在錄影 好厲害 好厲害 他們都說玫瑰 撞到他了 就直接 撞到他了 玫瑰 不是叫他玫瑰 是玫瑰 到巴西的話 當然大家會想到就是很熱 夏天啊 什麼海邊嘛對不對 但是夏天 巴西人是非常的多 而且如果說到巴西 大家的概念是想到禮樂 但是禮樂的夏天 人的人非常的多 如果你要去那邊海邊什麼的 都是一人 所以六月到八月 是最好的時間 可以去這個地方 拍照什麼的 因為就是很多人去禮樂 是因為他們要去海邊 或者是去那個 看那個很大的那個夜書嘛對不對 對 但是如果是夏天的話 那邊人是非常的多 你要拍照你沒有辦法 六到八月不是夏天喔 對 不是夏天是冬天 我們的夏天 是他們的冬天 因為巴西在 巴西才能 到了 我們的冬天 我們二月 超酷 過年那時候是他們的夏天 現在就是 對 對 六月八月多熱呢 熱度 熱喔 那邊可以四十五度啊 差不多啦 巴西會非常的 四十五度 然後你叫我們過去 沒有啦 我是說 如果是冬天去的話 人比較少 因為很多人想要去巴西 看那個很大的那個夜書嘛 對 要拍照什麼 如果是夏天 你拍照的都是人 就是剛剛你給我們看的那個照片嘛 都是人的頭 非但你剛剛說 我們夏天四十五度嘛 對不對 我跟你們說義大利更熱 沒有開玩笑 今年義大利羅馬四十九度 然後真的是會熱 會四人的那一種 因為它是乾熱 所以完全會 我跟你說 台灣會狂流汗嘛 義大利你的皮膚真的會有 好像有火在上面的感覺 有很乾 對 那那 杜拜那邊更更更糟 今年 我們要開玩笑哦 你們可以去超王路 六十八度 真的假的 根本不能出門 Anyway我要說義大利的話 如果 義大利我們都知道嘛 不可能 就是到處都要拍對嘛 什麼博物館 什麼藝術館等等 那最好的時間點就是 在我們的七八月 因為沒有半個義大利人 在七八月份 太熱 要去看這些東西 因為我們都要去海邊嘛 玩水 所以我又帶一些照片啊 就是我們冬天 如果要去看這些地方 人有多少 你知道嗎 有一次啊 有一次啊 這個是佛羅倫斯的藝術博物館 那有一次我帶我朋友 聖誕節的時候很漂亮嘛 羅馬 然後我跟他說 你一定要去梵地甲博物館 一定要去看梵地甲博物館 一定要去看梵地甲博物館 他說可是我只有兩天 我說沒關係 你跟著我就對了 兩個小時就搞定的 結果 我們早上七點出發 我們到那邊九點 我們是下午四點半才進去 蛤 才進去 對 才進去 然後他們五點半就要打烊 所以基本上他什麼都沒有看 他超不爽 是我害他的 但是我現在知道 如果要去看這些東西 夏天最適合 不要冬天去的話 真的會等到 所以呢 今天梵多跟韋佳的 跟我們講的兩個故事 讓我們學到了什麼 什麼什麼 找當地人不見得靠海 真的耶 真的沒錯 真的 我們還自己做功課好了 真的很好啊 在那邊 義大利的熱起來 還有一個地方也是 夏天有夠熱 外面根本沒辦法走人 Vegas 對 Vegas 它根本外面像烤箱一樣 是連呼吸都有困難 是太熱 然後它接上灑水跟夾灑 夾灑的 那水到地上就蒸發了 還沒到地上就沒了 對 真的很熱 馬努呢 我推薦你們五月底 六月份的時候去Provence 法國的Provence 對對對 那邊很漂亮 有薰衣草 哇 一大片都是啊 非常漂亮 而且很香 路上不會塞車啊 可以隨便可以停啊 可以欣賞風景 很漂亮很漂亮 可以到 比方說我到這個古城那裡 我覺得很漂亮 所以我就問旅館有沒有房間 其實都是空的 因為沒有沒有遊客沒有人 哦 對啊對啊 所以到哪裡你覺得累了想睡了 你就問 一般旅館都空的都沒有人 日本的就是當季是那個 當季是二月到三月 日本人的自己的 所有的為什麼呢 剛好二月就是你們的過年節制了嘛 對啊 然後呢然後那個下雪的時間也差不多了 然後三月櫻花還沒開 三月底就不行 所以中間就不知道去哪裡 對 這中間不知道去哪裡 就來參加我們三月的團去滑雪 沒有沒有 好 再介紹 然後還有就是說我們那個這邊 還有一個推薦的是 其實剛剛那個帕比歐說的 發雪是都北海道嘛 或許是日本東北部 對 那我是九州的攻擊線是 通常不會下雪 跟台北差不多 但是呢我們攻擊線最厲害的是 有日本最難斷的發雪場 那邊是現在是那個有隻飛嘛 那你想一下喔 如果你們要去北海道飛多久 很久嘛 五六個小時以上 三個半個小時 三個多小時就到了 OK 三個多小時 所以你飛人嗎 你飛得過去要多久 OK 三個多小時 我在那邊是一個半小時就到了 我們飛一個半小時就到了 真的 我們飛一個半小時就到台灣 你到台灣到那邊一個半小時 先到這裡然後開車兩個小時 他說 你到八小時到攻擊啦 先到攻擊 那你要再開上山兩個小時 可能是三個小時囉 怎樣啊你 沒有啦 但是我說真的啦 這邊就很棒 那個因為那個 這邊也是有教練 然後就是他也會講英文 然後就是價錢也滿便宜的 多少錢多少錢 忘記了但是便宜 機票啦 機票是這個時候去的話 大概一萬多就來回啊 來回一萬多 然後那個 而且是中華航空的飛機 他住宿呢 這是也有便宜的 大概七八千日幣 所以兩千塊台幣左右 那差不多 對還不錯啊 那這個細節是可以吃到公崎牛嗎 當然公崎牛 三百六十五天都在啊 對所以 就是有可以吃的喝的都可以 然後只要的是這邊 也可以泡湯 對可以當然可以 別忘了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喔 按下鈴鐺 讓你及時收看最新影片 歡迎看我們這些精彩的內容 趕快點選這些影片喔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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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不是 我可以 我知道 我可以 好嗎 有